高雄地的政策 現在來到大吉他 談一個高雄地的政策 我覺得說我的政策 其實對我們整個市民的 生活品質跟生活品味 整個提議說 整個市民的 生活品味非常重要 我記得我大學 剛畢業在當助理的時候 一直跟國會記者 去美國發生分的幫助 天氣很冷 第一場進去 拜訪國會辦公室 那不只拜訪國會 還有拜訪好幾個單位 最快樂每天進去的會場 都有熱咖啡 跟新鮮果汁還有新鮮牛奶 麵包水果等 我覺得這是一種生活品質 文化 看起來跟我們共同政策無關 其實它是整體的整個生活品質 我們希望說我們提升高雄 在這一次的選舉 不管在大陸 一個城市的物化選品 不會因為一場選舉有改變 但是那是一種有機的 建計式的改變 透過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提出的各種政策 刺激 不管是候選人彼此之間的競爭 或者是跟市民之間的對話 那是非常重要的民主 跟整個民主生活 或生活品質體 甚至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所以說這次 不好意思啊 咖啡大小故事 首先要回到我們的主題 因為現在大家在討論的 就是所謂高雄的經濟不景氣 但是高雄又有很多空屋 然後由年輕人出走低氣 那每個候選都有提出一些 見解跟方法 那但是我想要跟市民跟大家講的是 事實上這個經濟不景 經濟的問題 它有時候是跟以前 是一模一樣的 會循環的 以前發生過的過幾次 過幾個時間都會發生 當然原因不一樣 但解決方案 有些是一樣的 有些是不一樣的 那 那我們再講 面對我們不景氣 那在世界各國 再找一點的 跟現代 其實都有相關的一個 手法 經驗 大家可以參考 第一個是 在瑞士 1920年代 他們也是不景氣 在一次大戰 二次大戰也是不景氣 他們也是透過一個 所謂的在地發行 貨幣 在地的貨幣 去就當地的在地經濟 因為大家都沒有錢 所以說政府 怎麼去發行 當地的貨幣 然後這些貨幣 限制買他們當地的 商店生產的東西 一方面可以提供 當地的舊業 一方面當地的產品 有銷售 然後大家可以得到一個 文保 那這些貨幣是 你可以自己取的 那政府在發行 這些可以控制一個 政府可以承擔的方法 那最近的不景氣 是在2009歐洲 不景氣 亞洲2008 亞洲金融崩爆 一直延續到現在 那台灣 尤其是高雄 從已經不景氣 從二十幾年 尤其是這十年 越來越嚴重 更情惡化 而且現在 坦白講 現在的產業 不能用複製過去 我把招商引擎就過來 因為現在所有的招商 會碰到 汽油電燈的議題 就是會 你要 排放多少CO2 空污 你多少水 還有你的用電 你的用電 又是污染 然後又計算CO2排放 跟製造空污 整個你在招商引擎 又受到這樣的限制 你怎麼又要招商 又要低碳低污染 又能夠增加就業 又能夠破除低薪 其實它是在 用穿股的經濟 它是一個對決 它是沒辦法處理的 我們在參考這樣的一個 整個世界經濟 各個城市在製救的行為 我們用這個方式 是我們過去 對健康檢測探 衍生出來的 就是希望透過 這樣發行高雄貨幣 然後促進在地的 商店 小商店 小農 能夠讓他們的 產品生產生育 包括政府的生產生育 能夠釋放出來 提供給 可以 願意過健康檢測探生活的人 或者在當志工的人 我們發行高雄 避免他 讓這些人 如果說你當 我想簡單講 如果你是在 你 比如說我們騎公共腳踏車 它的碳足跡可以被計算 那我們可以對比機車 你每天騎10公里 那你的整個70公里 大概可以減碳 0.5 0.56公斤 那1公斤現在 國際上的價格最低 是1塊美金 最高可以到10塊 20塊美金 我們以最低1塊美金來講的話 就是1公斤的CO2 是價值等於30塊 那等於說你騎腳踏車 公共腳踏車 你騎了10公里 你大概可以賺的0.56 跟摩托車 跟機車相比 你簡單的0.56公斤 那我就剩你 30塊給你 30、0.56 就是大概18塊 所以說你一天 如果你騎了公共腳踏車 騎10公里 你得到的碳權 高雄貨幣 我可以轉換成 讓你去做 大眾運輸18塊 可以1比1 如果你今天做的機會 只要18塊 那你就等於做一趟 如果是20塊 大概5、2塊 當然是不止 這就是累積 那高雄市政府 現在生產的剩餘 是以捷運來講 我的便量 一天可以載到40萬人 可是我現在大概 只有一天載15萬人到17萬人 等於說我還可以讓 20幾萬人來達成 那等於說這些人生產 我不增掉我的成本 我還是可以這樣的一個生產 例如跟公車座位一樣 可能提供20萬人座位 一天可能不到10萬人達成 只有9萬人 那我這11萬人的座位 可以拿出來跟所謂的交換 所以初期 第一期 就是讓政府的生產剩餘 不增加生產剩餘 去抵換那些 如果你用高雄幣 取得高雄幣 可以來達成大宗秘書 第二個 比如說我高雄有美術館 現在是法文化 美術館跟音樂廳 或者其他的電影圖書館 各種需要消費的 需要收費的政府 現在法文化都要收費 全部都可以抵用 你拿這些高雄幣 都可以來參加高雄市的各種活動 要收錢的可以抵用 包括高雄市政府辦的 或者什麼大港杯 或者其他其他政府舉辦的 政府的補助給主辦單位 你都會要求他有多少的票 金額回饋到用高雄幣 可以抵用1比1 去跟現金是1比1 可以來抵用所謂高雄贊助的 或高雄主辦的這些活動 包括五月天 你有兩千塊 人家主辦單位可能要求說 你可以哲理五百元還是多少 就是有一個額度 或者多少座位 多少票券 一張五百塊比較便宜的 我可以完全一比一提用 所以你過這些時間 你都累積的這些高雄貨幣 可以在這樣的高雄主辦 可以主辦的行為 可以完全一比一的使用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高雄的發款收入 或者發款 或者所謂的高雄市政府自己經營的停車場 也都會一比一提用 這個都對政府來講 都是政府本身的資源 可以充分提用的 因為我的資金也是會從這邊來的 後面再說 第三個 很多在地小民 他如果願意參加這樣的一個在地經濟 一開始我們就要努力在地經濟 就是讓他們會願意接受使用 但在使用在地經濟的部分 可能需要 他可能一部分就要換現金的時候 那個我們剛剛後續會講 會撥一比 出席會撥一比 是針對某些廠商 他是需要現金重賺的 不是政府的 那個就是需要政府 那我一開始說 一開始以一億為資金 可以兌換 如果你需要 但是我們會透過 我們希望這個高雄貨幣多轉幾次 在最後才兌現 因為它有成數效果 你轉越多 你的經濟行為越多 然後再來換現金 這是我們的 有關這個財政貨幣的一個 所謂的成數效果 那我們準備一開始是從一億 那如果周轉2.5次 就會產生2.5億的一個效果 如果周轉5次再回來 再兌換的話 等於說也必 資金可以轉5次 透過5倍的一個等於 明明的經濟循環再回來 那如果透過4倍 那時候我們再來設定 所謂的區塊鏈來設定 因為都要電子支付 不能用現金 我不是印鈔票 用電子支付來支付 這是整個讓高雄的在地經濟 能夠起來 就先設定這些 當最後第三階段 大家都願意接受高雄貨幣 也不是要高雄貨幣拿回來兌現金 他希望能夠增加這個經濟的循環 到現在它的一個價值的時候 到一般的商店 他也願意來交換的時候 那就自動產生自動循環 那個效果就會死亏 那是在第三階段 這是我們對於整個經濟 希望能夠讓在地經濟能夠活絡 那我再舉例 比如說我們小農 有些生產過剩的東西 他可以透過 他現在賣不出去 那如果說是一比一可以賣高雄幣 那很多高雄幣 你直接可以去換花椒 或者是所謂的鳳梨 他可以就是不用破壞價格 他可以進入這個市場 生產、攝影、教育的市場 可以讓很多人願意買這個東西 那我說講的第一個是節日減碳 他可以賺了這樣的錢 那還有第二種是 誰可以取得 志工 有些做環保的志工 做他協助做 讓我們計算他的點數 可以他可以當志工 因為我們現在退休的人很多 事業很多 他因為我們在一起研究說 很多節日減碳 或對比如說老人 照顧醫院志工 那些人所不夠的缺人 對社會有幫忙的 對環保有幫忙的 我們在計算點數給他 他取得這些點數 也可以去做節日 也可以來做這樣的消費 這是第二種取得 第三種還可以取得 這些貨幣就是 你是探權 你有探權 獲得認證的探權 第二個你有認證的 綠電評證 現在比我生產太陽 他有綠電評證給他 那這些評證 事實上也還沒有價格 那如果價格我來跟我們高雄貨幣 你可以拿你的綠電來跟我換 高雄幣給你 那我的這個綠電 他是有價格的 這個綠電就變成市政務 市政務還可以來賣給 所謂的高排碳公司 不管是中鋼中鋼 只要需要高碳的 他需要碳權 碳權或綠色評證 這些評證可以轉賣給他 透過高雄貨幣的轉換 我高雄貨幣給他 然後他這些綠電的評證 可以拿回去跟高排碳企業 轉換現金回來在這個基金 那是整個我們思考的整個系統 那初行我們也接受 一開始金額是以1億 每億都1億 那我們希望如果說 這項實驗成功的話 能夠很快的加碼 因為我們的基金 大概有第一個是空屋費 第二個是滑滑交通滑緩 交通滑緩大概每年15億到16億 那其實還有停車費 繳交現金是4億 大概有七八億 那我們不是要把全部都過來 這邊如果初期只是1億 那升級到3億5億的那個 空間都沒有問題 那這是一個我們要 那這是第一階段 由政府來提供基金 最後面是 如果企業願意再 在願意投入的話 那個基金破 可以到10億 我覺得10億如果 從這裡2.5倍的話 他就是25億的市場規模 他會一直在累積 我想的是 你有本金有1億 他可以成立2.5倍 你可以成立5倍 你中轉越多 越多商店加入 他的經濟資產的整個 效率會更大 這樣的話 我想還是回到 我的基本原理 就是 很多行事的人力 他人力做事 願意做 但他不曉得 沒辦法 政府並沒有 或者其他沒辦法 現金支付他 然後有很多 生產生理 包括政府 包括民間企業 他有效能 他的生產生理 他賣不出去 我們如果把這些人力 跟人力可以賺的薪資 跟所謂的產品 透過高雄貨幣 讓他變成一個市場中轉 讓大家的志工 或者是健康減碳 你就可以賺的這些資源 這些資源 可以交換 包括我們技術的地方 事實上 我們也想過 包括 我們現在很多 不管是民宿 或者中小型飯店 事實上 他如果 你一間沒人大 沒人大 你一天100間 你50間空房 還是空房 或是有賣出兩成 你八成還是空房 你可以提供 20間 30間 比如說 這個月 或者每個月 每天都可以在網路上可以看到 每個月有多少的一個 空房間 願意接受高雄幣 這樣的話 整個閒置的資源 都可以被釋放出來 這是我們整個 對我們這一次的 高雄幣的一個運用 我想這個是 也是一個古典經濟 傳統貨幣學的原理 第二個 加上現在的所謂的 數位支付 數位貨幣的運用 第三個 核心價值 還是回到經濟學 人力剩餘 跟生產剩餘的東西 我怎麼透過這樣的一個 貨幣去交換他們的資源 其實邏輯就是這樣 很單純 所以說 我們高雄 在發展新的未來的經濟 可以參考過去 包括現在 其他城市 正在進行的這些 手法 不增加任何成本 不用增加任何成本 不用增課稅 但是可以讓很多經濟 可以活絡 最主要是 還能夠簡單 包括我們現在以後 我們希望能夠減塑 就是說 你拿塑膠袋 提塑膠袋 現在一塊變兩塊 我們以後可能會變三塊 四塊 你多的錢 就是放在這個基金 你願意用 recycle的 你環保袋 環保備 我就給你高雄點塑 這樣的話 一方面 你增加垃圾的處理 增加開探的行為 就會增加你的成本 然後你減碳的人 你過減塑的人 你就會獲得獎勵 你就會得到這些高雄幣 那你覺得高雄幣 就會運用到這樣的一個生活行為 這樣整個 我們高雄的經濟 不只能夠帶動起來 最主要 節能減碳 又同時並存 第三個 我們的生活水準 又能夠等於是 變強的一個提高 要增加我們的一個 就業所得 我覺得這是我們整個 思考這樣的一個 政策 能夠跟大家來跟報告 那這些是高雄在創新 在面對的 那有時候會成功失敗 不一定 但是高雄是 就是因為 退無可可不退 Nothing to lose 任何有效的 可能的好的方法 我們都願意實驗去接受 包括有人接觸 你用區塊類的耗能 但是你必須做 你才知道 它的效益跟你的成本 是不是一個合乎的 一個工具的手段 那我們願意讓高雄 任何創新的人 提供這樣的可能 那加入的 都是一個APP會員 那這個會員 本身又會產生價格 到最後產生 最後價值 還可以上市 可以讓ICO 變成一個虛擬 不是貨幣 虛擬貨幣是我們高雄的幣 後面再投資的 那可能又另外一個 又可以國際上 再投資這個APP 如果這個模式成功的話 這個模式可以在別的城市 世界各國 都可以同樣的運用 對接 那這個會變成一個 更有效的 變成是一個 創新的工具 相機方面 也解決我們高雄的後部 也解決低薪 也解決我們的生產生育 也解決我們的生產生育 這是我們這次 給出來的一個政策 謝謝 批格一多 就是市民 很多 你現在退出的人 或沒有工作的人很多 如果第一個 他做過間的減碳 必須你騎公共腳踏車 或共鳴 你騎一個 騎10公里 一天我騎10公里的話 因為要必須 以後的公共腳踏車 必須要有 APP的計算 減碳的機制在裡面 那你騎10公里 你就可以獲得 大概18點 18點 你18點就可以用來 第一期 你就可以用來做公責 做捷運 或繳納罰款 或者是收高市政府 這些 這些收費的 這些系統 政府做主的這些東西 政府都會承認 這些貨幣 你就可以第一期用這個 第二期 如果很多廠商 願意接受的時候 你就會拿去做這個消費 所以這是第一個 對人民的 第一個 一個潛水減碳 然後或者做第二個 當志工 有些人當志工 當志工 當然不能跟鮮血比 但是因為志工沒有什麼 保障 他只是基於自己善心 所以給他點數 並不會影響他志工的善心 而且他不好意思 就比你們這些 但是我們很多工作 很多社會 很多比如說導入志工 對我們薪酮的安全 比如說我們的醫院的志工 協助照護病人 或協助醫院 這些人力比較 對社會需求 有多的 那你退休人員 或是任務去當志工 你獲得這些點數 高層的病 你可以做很多這樣的一個行為 包括以後 擴大的時候 產生這種做對視 你可以如果工作 我們還是要 我想這是一個補充貨幣 補充貨幣 不是要替代就有系統 你還是希望找好的工作 這個都是原來的打法 而是說你還沒找到好的工作 你做志工 或者是退休人員 你本來就是願意當志工 你當志工 你還可以獲得這樣的一個 市政府的一些閒置資產 閒置的一個資源 我覺得這是一個 讓大家當志工也好 或者做這個減碳的行為 減碩的行為 減碩的行為裡面得到回饋 這樣的整個市民 會得到這樣的一個多的 bonus 第二個對陳時講 整體這個經濟越龐大 這個系統越多的時候 規模越多的時候 減碳的效果就會更多 因為鼓勵大家 你看 其實當70公里 我用汽車 我是用跟機車對比 如果跟汽車對比的話 他可以賺更多 但我跟你講 我大部分的告訴自己機車 所以說你騎腳踏車 那或者是說 你搭乘公車 搭乘捷運 我就跟機車比 我就跟你用機車來比 你比機車少了多少 我就給你 這不是直接消費機車 大家會暴力 因為很多人就需要用機車行為 我們不用去鼓勵人家說 你要去退出機車 而且有時候你需要開車 需要騎機車的交通行為 你就會做 可是如果你鼓勵大眾議員說的話 你騎腳踏車因為是0 那排碳是0 那你坐公車 又比他0.19 比每1公里 又比機車更低 我們就以機車做標準 你坐機車1公里的排碳量 你做的行為比那個更低 交通行為比那個更低 因為就賺到一個差 其他檢測 我們再來計算 到底要怎麼去計算 這個要跟大家再來研究 基本概念是這樣 這樣的話 對整個城市的 這個經濟規模越大 行為越多 讓我們減碳行為 就會那個量更大 然後經濟行為又會活絡 我想這是一個 兩個效果都可以同時 第三個法令有兩種 第一個 如果需要碰到法令 地方自治就可以來處理 這是第一個 如果有後一開始出行就不需要 這是我們地方自治就可以 或是一個辦法就可以 甚至也不用法令 第一個是辦法就可以 那如果需要自治條例更好 那我們就地方自治來處理 第三個 如果就擴大到所謂的行為 非減碳行為這個範疇的時候 他需要殺核的話 那個現在的中央法令 有關經濟殺核通過了 現在可以 需要用到那個部分 那小助小器要去申請 我不曉得可不可以 但你市政府要去推動這個 我想大概我們對法令的了解 跟規模信賴程度 大概都比較沒有問題 所以說我們政府對政府之間 好處就是在法令上的一個 不是說政府可以亂來 是說政府對法令的熟悉 跟所謂的溝通成本比較低 那如果需要擴大到那個程度的時候 現在中央法令也容許 所謂金銅實驗殺核 我們可以來政府來實驗 整個市政府本身就要提供我們的資源 去參與一個所謂實驗的精神 讓高雄透過這個 如果這個新聞模式成功 這個商業機制是市政府的 是市民的 它也可以是一個全球的 因為我們高雄是全台灣 第一個一克里的參加會員 那透過一克里的一個會員 我們可以跟一克里簽約 然後讓一克里的會員城市 如果願意跟這個城市對接的話 我們可以跟一克里合作 合作 合作 一克里去推 幫我們去推 跟全球的兩千多個城市 兩三千多個城市 他一加入的話 我們還可以收起全運金 這是一個 國際的一個 我們參加一克里的一個 那個效用 我們還沒有好好去利用 因為一克里 每年都到國王五月裡 都去開會 每年都談減則減碳 事實上 慢慢談到財務面的部分 財務創新 我們這個部分 就是所謂真的是財務創新 那財務創新的話 他們願意 如果說我們把這個城市 在高雄市實驗成功的話 別的城市 在台灣城市成功 跟一克里的城市對接 這個是APP的整個 會變成全球的 如果是高雄貨幣 甚至他當地有證據貨幣 譬如說 波王幣 那我們可以對接 我的 再去高雄貨幣 我減一減碳 在高雄減一減碳 我到波王去 去德國去 這些兩千多個城市 有簽約的 我都可以對接 都可以使用 我也不要多過銀行 我只要多過APP 我的那個區塊 對接就可以了 就自動對話 我這樣 這是一個 很不好意思 跟各位 記者一下 這是世界級的創新 因為我們對 從2006期後變遷 開始推動高雄 成為一個 一顆零的一個會員 整個全球的 有關碳經濟的發展 我們高雄 高雄市議會 應該是全台灣 最熟悉的一個政府機構 因為我們是跟國際 整個對接 國際的進步 腳步走到哪裡 我們大概也知道 我們找到這個方案 是全球 是世界級的 所以說跟大家 用這個 它不是台灣 不只是台灣 是一個首創 一個城市級 這樣的一個創新 在全球上 在某方面 概念是大家還是類似 但是用碳足跡 跟減碳的生活 跟所謂的在地貨幣 兩個傳統結合的 如果高雄市人做的話 應該是高雄市應該在全球 而且變成一個APP 如果是一個經濟的模式 用區塊鏈的話 應該是全球第一個結合 在地貨幣的 也有 用碳貨幣的 用碳的計算貨幣的 也有 但是全部把它整合在一起 用區塊鏈 變成一個經濟模式的 而且真正去實踐的 那高雄應該至少 不過我們不是第一 也是走在最前面的 那這是一個 高雄已經 反正就是一個空屋 高CO度排放 那這是我們的問題 就是低薪 那我們如果把我們的劣勢 變成我們的優勢 就是要有所謂的 創新經濟 跟所謂的五點經濟 整個融合 才能夠提出 這樣的一個解決法案 那我們也希望 別的市場候選人 都會互相參考 我們也歡迎其他 包括韓國衛 包括陳其邁克團隊 大家來互相研究 我覺得這是一個 為高雄市好的一個幫忙 不是在政黨的選舉 我常常會到我們一開始講的 高雄市要進步 要不分黨派 然後當然說 最後會競選 還是會最後一個人 會出選 會出現 那我希望出現的人 能夠 有這樣的概念 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也在準備 也在做功課 但是也不只要為了勝選 我覺得如果說 只是為了勝選 然後只是拿來當政策 是 是不合格的一個候選人 我們希望大家每個人都很謙虛的學習 包括韓國瑜 他講的雙女角 我們也贊同 因為國際化整個 不是要多元一萬 那個國際化成就要多元 那陳其邁克團的AI AI的部分 我們不是只有形式上的跟著行 要怎麼去運用到你的整個政策的空間 而且AI會製造更多的事業 會創造的部分懂AI的人 但會創造更多一半不懂IT人的事業 這個中間的平衡必須要配套提出 所以我們會尊重別人 不是尊重 做別人很好的 我們願意學習再把它更新 就像陳其邁一直在提國民運動中心 他也在提國民運動中心 基本核心價值 跟著我們再走 我們絕對不會是去講別人不好 或是跟著學人 沒有關係 就是互相學習 但是要做真正 我現在高雄市已經退不可退了 我們大家一起更認真一點 謝謝 第一個就是高雄市的 就是大家都笑我們空屋多 石油做排放高 那也笑我們說 我們大眾運輸 有開了捷運又沒有人做 那其實我們就是 那譬如說幫我們現在的農產品 香蕉、厚泥 不斷的荔枝、火龍果 都會生產過剩 每一年都會有不同水果的生產過剩 那 這是多的生存建議 可是很多人沒有工作 或是低薪 或是賺不到基本的生活費 那我們怎麼就在思考 怎麼整個高雄市本人生產 不管是閒置空間 生產剩餘或公車 捷運有沒有人做的這些資源 或水果多出來 我怎麼去讓它有所得 有人願意買 但現在大家沒有錢去買 那很多人想要工作 想要做資工 或者想要做節能減碳 對這個城市有光芒 他真的不得不到報產 那我們就會發行一個 幣值交換 就是透過高雄幣 不需貨幣 我給你貨幣 那你就做資工 你做節能減碳 你騎腳踏車 或者做大眾運輸 或者減碩 和不當資工 你得到了這樣的一個 就會給你這些產生 對在高雄市行善的人 對我們的社會 對我們的環境 有幫忙的生活行為 跟所謂的資工 這些你的行為 得到這些貨幣 這些貨幣就可以去交換 你們高雄市的生產剩餘 包括你可以去大神大眾運輸 你可以坐公車 你可以來高雄市辦的五月天 辦的什麼 我們都可以跟它 事先就喬好那個空間 就是可以用高雄貨幣的容量 那你就會做這樣的一個交換生活 在高雄可以過比較基本的生活 那第二步 你可以去交換 所以這些水果 這些如果參加果林太多 政府當然最後還有一筆錢支付 你買得這些錢 一部分給你現金 一部分用高雄貨幣 你願意接受的話 你就會損失 不然每公斤變成三塊五塊 我在天裡五塊的高雄貨幣 你可以兌換 那它至少先得到五塊現金 還可以再得到五塊的高雄貨幣 可以去再交換別的行為 那這樣一方面降低它的損失 增加它的整個 增加它的整個壽益 這樣的話就會有一個平衡 那這個我這個基金 如果高雄市自己先撥一億 那如果可能 我認為高雄市在撥到五億 大概都現在我們的財政能量 大概過到五億 大概不是問題 那如果把它撐以一個效果 如果成數效果撐以五倍 你就可以產生五億的經濟循環 如果你是五億的資金 撐以五倍 也就是有二十五億的基金 整個市場規模 二十五億就會被製造出來 然後如果在地企業 高排碳的高污染的 他們願意來投資這個東西 或者贊助 應該是投資 因為到時候有些部分是 人家用碳權來交換的 他可以從那邊買回碳權 那拿碳權的人 那有碳權的人 他就可以取得高雄貨幣 去做這樣的行為 包括生產濾電 你在家 太陽能生產 你在家生產太陽能 屋頂的這些人 你也一樣可以得到高雄貨幣 我會計算給你 你的碳貨幣 你在家生產 本來是說 鼓勵大家生產太陽能 或其他的一個乾淨能源的話 除了他的財務面 基本財務面以外 他還有高雄幣 可以賺得高雄幣 那你高雄幣 又可以做這些行為 那就會鼓勵更多人去製造 所謂的 這時候金人檢 他的行為 會製造更多的一個乾淨能源 那他的 除了基本的財務面以外 有補充 其實他是叫做補充貨幣 或叫補充資源 讓我們的同一個行為 可以產生更多的效益 我一開始從政府本身的 從人民收來的 譬如包括控護費 我現在既有的系統 我現在不破壞原來的系統 從控護費裡面 或者從交通罰款裡面 或是停管的收費 這些都是坦然 他本身就在城市裡面 就是所謂的製造外部成本的收費 已經是從那邊收來的 我從裡面收來的 是從1到1來先撥用 如果這個效果很好的時候 而且幫排檔大戶 所謂空屋 他如果願意投資的話 他可以幫忙這個城市 撿屋 撿CO2 他會把資金再放進來 讓市民一起來撿屋 撿CO2 他變成共鳴 而且變成一個經濟模式 商業模式 他可以再直接進入世界市場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對高雄市是最 我們有最多的問題 空屋低薪 捷運沒人做 把我們全國的缺點 轉化成變成一個資源 那這個是我們在 我常常講 我們為什麼 常常說鼓勵我們議會 高雅市政委員會 常常去國際會議 開相關會議 這個是我們10年來 跟市有變遷 跟EICLE 破網 我們甚至高雄 爭取的一個東亞訓練中心 我們就不斷地要開發 一個新的解決方案 不只解決問題 一旦解決問題 也同時幫全球的其他城市 解決問題 那最主要我們高雄市 還可以賺到錢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重要 把我們的缺點變成一個優點的思維 第一個就是說 你做 比如說 我做 騎公共腳踏車 因為我想過的是 以後我們要推動 分享交通工具 不只公共腳踏車 電動腳踏車 電動摩托車 甚至電動小汽車 都是我們未來的證件配套 那我要把它計算 你如果說我騎腳踏車 或是騎所謂公共的運輯 載具的話 我就可以跟自己騎機車 或開機車的一個比例 政府會給我一些高雄銀幣 我就可以取得這樣高雄銀幣 或者做大眾運輸 都可以慢慢累積這些高雄銀幣 那包括減縮 比如說你去Starbuck 你去Seven 你去買杯子 你就本來 如果說我用環保杯 我還設定 我用環保杯 我一樣可以賺點數 我就要鼓勵大家 不是只是 不只是環保的形象 是實際上你可以賺到錢 你拿環保杯 你拿環保袋去 那我怎麼去計算 你就可以一直做到那個點數 那你點數這些 你再去做大眾運輸 你騎腳踏車 又可以抵檢 它可以一直累積一直累積 那第二個 如果說這些貨幣 如果說可以用來 我就可以一直賺這樣的貨幣 然後來 包括我 比如說我有買綠電 我家有買綠電 台電的賣綠電是多1.06 如果一年用3000度 我本來要付1度是3塊錢的話 我就要付9000塊 假設 那如果說我多1.06 我願意多付1.06給台電 就是支持綠電的話 我就每年多付3000多塊 那本來這3000多塊 就是只是付3000多塊而已 那現在如果這個高雄幣的話 可以跟台電對接 你高雄市民有買綠電的話 你多買一塊 我就多付你一塊高雄幣 我付了3000塊給台電 支援台電去支持買綠電 那我也從高雄市政府裡面 我也得到這些貨幣 這是所謂的高雄幣 那這樣高 事實上市政府還可以跟台電 要回那個綠電評證 又可以去賣去給你們 碳排放大幅 其實就是市場機制 把這些零零碎碎的資源 集中到那邊 政府利用這些資源 零零碎碎給市民 然後收集這些所謂碳權 或者綠電的評證 收集到市政府 市政府再去跟碳排放大幅去交換 我覺得這樣市民整個是生活 可以一直不斷的累積 那這些錢就是 我講的可以騎公共腳踏車 坐街運 坐公車 或者是說去拿環保杯 拿環保的袋 去做這個 在城市裡面過這個生活 那我都可以去賺到高雄幣 你怎麼用 因為我可以去坐街運啊 我可以坐公車啊 那我可以去參加 去參加那個 如果說有什麼大港開唱 我五月天來 或者去美術館 我去電影節 我都可以用那個抵用啊 那政府還如果鼓勵 獨立書店 在地商店 他可以折抵的話 這些我還可以去買東西 買這些 或者小農 比如說小農 或者我們的那個有機 有機市集 他有跟市政府簽約的話 我可以完全抵用 就可以去買這些有機蔬菜 那這樣有機蔬菜 就可以那個小農 他生意就會更好 就比較鼓勵小農 就帶上來 那這個範圖 如果市政府擴大這樣的範圍 可以買的東西越大 我的那個高雄貨幣 它的使用率就會更大 這個範圍就會更大 這個範圍就會更大 那我一公斤以30塊計算的話 這是美金一塊 現在是CO2排 這世界的牌價最低是一塊 就是一塊每低就是30塊 所以30塊乘以0.56 就是可以16塊 那等於說我今天如果騎腳踏車的話 它是0排放 比照騎機車的話 我就是可以減碳 0.56公斤 如果是騎10公里 腳踏車跟10公里 機車的話 我是省了0.56公斤的排碳 那我就可以賺得16塊多 那16塊你就可以來抵用 16塊高雄幣 那高雄幣你就可以去坐捷運 坐公車 或坐騎工腳踏車 或者去參加武術館、音樂廳 包括甚至說 聽車費可以繳款 都可以錯過這樣的冷氣的高雄貨幣 在高雄市可以減少你的生活支出 可以增加你的這些 本額支出現金都可以低